前面兩張 那個英偉也行 對 對 前面兩張 你再請前面一張 謝謝 你為什麼要抄起來 明言佳句 有賴慎兄弟的中列子 電腦的瞎下 易博明天 民主公大學畢業 好 還有一些時間 大家自在一點 有回應或提問的 其實很多人可以問 關於任何 看影片進來 或是關於我 情史呢 對啊 我期待人家問我 關機 最後一夜 哪幾個是女朋友 最後一夜 哪幾個是女朋友 好的 謝謝 好的 我們最後一夜 錯一個 哪一個 泰國 三個 影片兩個 沒有用 還要磨好的 起碼還是孤家館 因為待會兒那些都沒有用 都是過去史 來 歡迎各位 你去台北 朱老師 分享一下 還是你三個要關一二十萬 現在是我們這裏 金座最用 有 有 你不是我 單針嗎 然後呢 你站到最後一台 那 二次風暴要來了 快 關床 你那混淆嗎 我 那我 大概講一下 我 我跟你是同地的 是 我大概放我看一下你的資料 那 那麼多 你分享的東西 那 其實我們 我們 就我啦 所以我們太平凡了 我沒有想念 那 我去台北市 去天津鎮 他是一個國教的一個基金會 然後他在 剛才講的那邊 手指南方的地方 然後他一直 當地在那邊 關懷已經十幾年了 那我們 去的話 去 大概 所從事教育 就是叫他們 動文 還有 醫療跟救助 然後 台灣也有一群醫生 有過去 大概三個月 那 那個 那 那個 那個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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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大概 先分享一下 我去發生一個故事 那 我想 我們會去大概是某種因素 那 那 先生 他們之前 這個是因為是一個和平組織 那去 關懷的地方大概是那個 那個 但是我們去的地方是 之前它是屬於 附軍後裏 它的地方叫三明星村 那 那個地方其實是 國民政府軍退死的時候 打的B上戰 就在那裡 所以那裡有很多的附軍後裏 那我們 之前早期去的話 其實也是在照顧他們的那些附軍後裏 可是現在這群後裏都已經慢慢的凋零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當地的原住民比較多 然後 我們 我去的那一次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不然聽到外面在方便跑 然後我們就起床 欸 是不是有人要娶媳婦了 然後我們就很高興 然後就問當地人說 欸 是不是有喜事我們想要去看看喜賽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是因為有人過世了 他們很奇怪就是過世的時候是方便跑 然後告訴左右鄰居說 有人死掉 然後 村長就來了說 希望我們那個法師能夠去幫那個 那個老人家去 因為他獨自一個 他就是很真實的後裔 那就是孤軍 他是孤軍 他年紀很大 然後 他是個龍子 然後他是又是個啞巴 然後我們同傳有一個老師 是跟我們一起去的 然後他的爸爸 本來也是要被 國民政府調到 就是電進去的 就他前一天晚上去喝酒 被限定抓走了 然後關了三個月 所以出來的時候他們軍隊已經到太北去了 所以他沒有去 所以他爸爸就因為這樣子然後來到台灣 所以他這次是替他爸爸去太北 然後那個 那個國文老師他就去了 然後就 就因為那一個 他知道他是一個孤軍 然後他一個人 然後那個國文老師他自己有在寫詩 然後他就寫了一首詩 然後他就一直在哭 他說也許那個人可能就是他的爸爸 那也許這個人他可能他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他沒有辦法講 那他也沒有辦法聽 那他就一個人 那我想我們這一代的人想要去很大的原因 也是基於這些歷史的原因 我們想要去 當然不是我的錯 也不是我爸的錯 但是我們想要透過我們的力量 能夠去在這個環境裡面盡一份我們可以付出的力量 那當然我去的時候 我還是對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就像剛剛那天講的說 我們是要放下義工這樣的身份 但是我也會回頭去看看我自己 我沒有多大的成分是在想要去突顯我自己成為義工 想要當義工那樣的光環 那當然聽完了我得到一個很大的解答 或許就他講的 也許我再能半半作跡 這是我應該缺席最大放下的一個重點 而不是我們在期待我們去幫助他多少 或者是去質疑說他又不是附軍的厚利 好我想這個是我一直都清楚 但是我今天終於看到自己很自大 或是很自傲的部分 我想這是我最大的缺席 那或許我也會更清楚的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想要走出去 那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因為有愛 我們看見我們有很大的力量 那我們可以很多的給我們身邊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有分大的力量可以去幫忙 曾經被我們遺忘 或是我們曾經歸待旁邊的人 因為我覺得辨界在哪裡 我覺得你的信打開就沒有辨界 那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的 那我今年可能沒辦法去因為時間的限制 那我去年去了那我做了一瓶芯片 因為我想要去E-mind 然後我覺得他們太窮了 然後窮到我不知道可以給他們什麼東西 但是我一直覺得 樂讀跟音樂是一個不分國間 而且是最美的東西 也許我沒有辦法給他們更多的錢 也許我沒有辦法叫他認識更多的中文字 可是我可以給他在貧窮跟貧病之餘 能夠有一些可以出聲音的樂器 可以讓他能夠去滿足在他們的貧窮之外 可以給我一點點的快樂 那更多的就是我希望這個文字的力量 能夠讓他能夠有機會可以脫離這樣的感覺 那因為我要募的錢不多 那我會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馬上就滿足我兩萬塊的那個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易賣 你就直接送給國慶就好了 我自己要買 去買草皮然後送給他們 能夠一個有出聲音的東西 可以讓他們至少能夠快樂一點 再怎麼窮再怎麼樣能夠去滿足這樣 或許這也是我可以給他們的東西 那我覺得 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去幫助他們 那我也很高興說 我自己也能夠做到一些東西可以去幫助他們 那如果再錯因為有很多年輕人 那我自己是當老師的 那我一直很希望我的學生可以 我也希望我能夠去改變我的學生 除了念書之餘能夠去做一些事情 那國慶是我的學弟 所以我很高興很榮幸有這個學弟 一直幫助我們做那麼多事情 那我更期待是我們的學生可以 一起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當然如果有機會 可以讓我們學校去演個講 能夠帶動更多的人 就是 謝謝 拜託啦 不要攻擊掉他啦 不要攻擊掉他啦 呵呵呵呵 來 各位有了 有了 那你有沒有 沒有 那想個 你們可以發聲一點點嗎 我可以發聲一點點 就是我是中正大學的歷史系 你中正就拿了公國前往歷史系 我偷偷講一下 其實今天除了感謝國慶跟黃小書館 其實要感謝國慶科技大學 因為國慶科技大學就是安排 我邀請我今天去學校登校 然後其實那一場也蠻慘的 因為就 我想他們想聽得跟我講的東西 其實會有多差 那 因為他們就是安排 我說要交通費嘛 我記得很好玩 就是我那天 其實就是 真錢買了這樣 啊 國慶我會來 11月31號 我會到國慶大學 晚上 他說禮拜三剛剛好 他來這裡說一下 我說不錯 我會跟大學上報喔 還會找你 他說他幹嘛這樣 我說 國慶中正大學 可是還沒有找我去 明牌明牌 我記得我有參加 太北的國慶科技大學 他不是在那邊說 是在 反省邊 那回來之後 我就有一個 問題也想問 然後 請他們掃天 就是我看了一本書 他就說 在另外一個世界前到 這本書 他就說 其實 旅行 你到一個地方旅行 其實是 你來做另外一個角度 可是回到台灣 就是 你又必須回到名牌 那一個角色 或是你又必須去改變你的角色 那 我想問那個 就是 你從那邊回來到 回到台灣之後 你對你自己的角色 的轉變 有什麼想法 還是 你自己有什麼 規劃 規劃 其實我人生 其實有人問我 就想說 計畫 要寫書 有編到 什麼 我說 其實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就幫我回答 他說 開樹聖 不是這種人 他如果 他幾晚 他就今天不會成為這個樣子 所以 果然是我好朋友 一起爬山 我 這麼說 好了 就像登山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那個山裡面有寶藏 有鮮 有鮮 有寶劍 可是到那個山頂上之後 我發現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座山 我就同樣的想法 可能有什麼法 那生命之後 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 鬼跡可循 我會覺得 我如果當初 不是因為參加了社團 參加了社區 或我在那邊玩 那我可能 就不會真的對公益 團體 公益事務 這麼有參與的機會 然後 不是因為登山 讓我學習到 學習到那麼大聲的力量 或很多可能 就是世界 我生命 其實就是有很多很艱難的東西 那 我那這麼說 好了 我覺得 我不是一個想太多的人 可是我感受很多 那我回來台灣 感受到就是 台灣現在這裡想很多 可是感受不來的人 很少 角色啦 我沒有想過什麼角色 我只想到文字 其實我覺得只有這樣一個字啊 我是誰啊 我從哪裡來啊 從台灣來啊 從我的生命 我的過程當中 我的家人來 那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世界 可是我去世界的 的意義是在於 我其實那時候去 泰銘邊境有話 說服我媽的理由是 我跟她媽說 媽你讓我去 那台灣當然要做事工作 服務的很多人 可是因為我有機會 去了國外演出 然後我真的就很想去世界看一看 你讓我去 然後有一天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知道 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一定會為台灣 做更多的事情 或是我更理會 大問題 大不了 那開空投資料 大家都會開 就盡量開 那些 所以 呃 你的問題 其實我蠻會答 所以你看我一直三個 來講問題 沒有啦 轉換喔 沒有什麼要轉換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 最好是我不是那麼早去 那麼早出國的樣子 我後來其實已經大概知道 我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我 想成為什麼 我希望有什麼樣的人生名稱 所以我才去台灣 那一方面我就會說我準備 準備的比較差不多的時候 那現在年輕人 因為你們 社會越來越多樣貌了 所以你真的去的時候 後來到回來 其實不用想那麼多啊 不過就是 大家都是人啊 然後我人生該怎樣就怎樣 有的人生 你們還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那其實 自己人生 的餘生 就盡量去發揮到 那個可能性 還是大家覺得呢 我當志工當了40年 是 那我的孩子 因為我當志工 他看到他到雲南去做醫療團 他走的路 真的他走的 他過的人生應該很淡薄 因為看到媽媽這樣子 那我覺得 我現在永遠有個團體 我家在醫療團 我現在是 也是都 像你講的 不用穿那個背心 我今年接到 因為我當志工當了很久 那我每天會 會蓋印章 會 會 會有紀錄 所以我 我在上課 在寫 寫那個紀錄 寫得很清楚 那女孩就會說 你可以當什麼 你可以當 他就給你一個頭銜 那因為我到處跑 我昨天才從 金瓜石回來 真的慢慢的去走 慢慢的去跟山 對話 那我住我阿姨家 因為我去做我阿姨的志工 我阿姨86歲 是氣功老師 他從我車禍 我現在還不能提先禮 他從一樓提先禮 提到五六五樓 他體力很好 可是他那種先前不好 那我就去陪他 那所以說要講說志工就身邊的人 像你講的媽媽什麼些 反正就自己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那我去我阿姨那邊 我阿姨就 會要我陪他哪裡陪他哪裡 我就自己會問我自己 我到底來我阿姨家 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現在參加賽斯的 賽斯就是喜天聖 我覺得很多事情 就往自己身上找 越早你就會越知道 上帝也會給你一些東西 像我本來今天回來 就是因為我要租房子 一個房子 他就要求很多 我說我不願租你 因為你這樣給我壓力 我租你 你要窗簾 要電燈 要什麼你 只要我再便宜一點 我五錢五租你 那你要你自己去做 不然我不要 他今天就給我便宜 明天要打合約 他說今天要打合約 我說我今天晚上要到紅牙來 我沒空 明天再跟你打合約 真的很多事情 你真的看開一點 對 那個 國興一直講 你怎麼要有錢 我真的 因為我切錢 上帝知道了 上帝會幫我安排 我不會切錢 所以那很多事情 是上帝安排的 我知道你的小孩知道了 對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 但我明明因為 老媽有錢 放心 有一天還是我的 孩子的錢是我的 不是我的錢是他的 所以真的當志工快樂是你自己 不是別人 所以做你快樂的志工 不是做你不喜歡的志工 就這樣子 謝謝 我們做家三醫療團 我們做了十五年了 我只有 因為只有護士醫跟 我們是那個牙科醫療團 家三牙科醫療團 我們都是護士跟那個醫生 只有我這個 因為是我表皮創造 所以我是表姐 全部都是 只有我是表姐 真的 上天會給你知道 你切什麼 你盡量去求 那你要做 像我現在明天要到 港平國小去教小朋友 去跟他們看品德教育 因為一個代科老師 每天教書 每天哭 哭的小孩子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因為我妹妹的小孩 在那邊 我為了我自己 教他們怎麼哭啊 對啊 我去教他們怎麼樣哭啊 怎麼玩啊 怎麼樣去啊 知道我每天就準備去陪他們 真的 有需要我 我盡量去陪做 他 我叫他要來做這邊醫工 他說 我太老了啦 沒有我可以混 所以真的 我要提出來 所以我很安心的來這邊 我想 我們跟老師 老師也是很認知的一個人 老師 通常老師在說藝啊 老師 這要分享一下 這好 等級以來 都長期投入那個月蘭 這個默默在做 老師在分享一下 這我的金錢 老師你最近錢 都一直關注 我越來越沒錢了 沒有姻子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 對啦 不過我是因為 公主公是來 超大 我這段 我去越南 甚至像 藝林在去 前年我爸爸媽媽 要跌倒的時候 哪有 越南 或是藝林在外樓 來照顧 我們學弟要是比較多 所以運氣是很好 這其實要錢 要給他照顧 就這個外樓 來報我爸爸媽媽 那時候我就 開始思考的問題 有人來顧我們爸爸媽媽 自己的爸爸媽媽 要什麼人顧 那他的家庭是什麼樣的 所以說自豐不是 是說什麼 互相 互相自援 對 這樣 所以我 年齡很大 兩個女兒很大 沒有要跟我玩 我很愛做阿公 沒有人玩 所以說去越南 或是說去印尼 做阿公 台灣的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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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來叫去 我也是才會自己 他說 就我回應 跟他說 志工說到後來 說去幫助別人 我也是很少 去互相支援 這個人 所以就比較多 才是自己 不過做志工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 我都不太喜歡講 這個志工 這個講到是很老闆 這個到現在 很多情況之下 都從志工來看 那獲得到 一種取消心 所以我都覺得 很厭惡 我實在是很厭惡 所以你要 很小心 我實在是很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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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真的 你有這個理念 才可以這樣說 像明天到現在去 我是為五文筍 你就是為五文筍 我現在向這邊建築 我剛才看過 其實我是 我有拿18% 這是個角色 但因為是政府 在說 公教人員 我這期來講 不是這樣 對 拿到18% 或者未來有可能的 現在提前捐 沒有口號 我就是政府 我轉去用一個 用比較好的地方 那不是我的錢 我都 本來就不認識 本來就不是我的錢 當然媽媽 還是其他人 他確實有些人 不健康康 你就要自己照顧好 這沒問題 上天會照顧我們 我們做善事的人 都不用怕 沒有照顧我們 我就這樣 沒有照顧我們 沒有照顧我們 三四十歲 對嗎 就已經 你說 這個健康的張醫師 我就不記得 我就不記得 在這裡 可以留在這裡 生都一行 沒有照顧我們 你如果說生 四個三 對嗎 有這個圓文 大家在這裡說交流 人家想的關係 大家說 你說 那些善事的孩子 我就笑到善事 對嗎 這樣善就一定 我不是說善 我不是說善事 他很麻煩 我自己做志工 有一個老師說 他說要去幫助 幫助 我說人家很傷心 那些教中 有人會教 他們不是教生 會教沒教 他們是比較好用 人家我相信我 他打算是十多年 又說我 他變成一年 台灣的社會 也會受到 對 所以說聯絡病 有時候生 有時候要去 人家的極限 可以送到什麼領導 又找出來 希望怎麼是前面 我說我兩個要像 說不是去幫助 你看什麼 我說我怎麼想想 我是要在學生 看我哪裡要爛 我就要爛捏 老實說你嗆嗆耶 你嗆嗆耶 好 我的官 老實說你愛錢就買了 還有錢是賣錢 買錢 所以錢我都不賣賣賣 不用 其實我算是不賣賣賣賣 尊重那貧窮 我說貧窮實在不可貴的地方 說你怎麼看那些很慘的地方,那孩子在笑,很實在 所以當時我現場就叫爸爸媽媽,當國際職業說到我會說什麼 我們帶孩子去交流的時候是,帶我們那些職業難免的,去旁邊去過,還會很好的 你看看,那些職業可能是頂多的,這幾年我在想 比如說,理想境界其實也是,就是 這邊說去志工服務 老師就要過年了 當初我們就一直是休庭 我們大家已經講了 那休庭 你剛好我跟你好 你有一個 我還有一個 我跟你 這是好兇的 其實這樣就好 如果這樣子其實社會就好 其實也不需要再特別去談太多太多問題 現在齁 因為現在學校就是出現 就教育部啦 你看 這件部啊 都開始在推啦 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要蓋章有沒有 幾點啊 尋找吳大學 其中一間 進去然後說 爆滿是怎麼 本來是開放一半 拉開 然後 如果想要怎麼 本來都沒有聽 都沒有啦 要蓋章 蓋章 其實有啦 我進門其實就看到外面的提議章 活動結束之後來裡面蓋章 好 服務學習這樣嘛 好 要集六個點 小學生不像這樣 服務學生 服務學習敗成這樣子 就絕對不可能都有服務學習的效果 然後我就抓狂了 我就開始 整個晚上開始抱走 為什麼 因為他花了五年五百億 我沒拿到什麼稅 但是 然後我終於後來就理解了 因為他在講的時候 你也越是那種地方 他就越來越距離 這大學生就是距離 他就都這樣子 然後最後把握 就會這樣講說 這個緬甸愛緬邊境 這個難民啊 應該國際勢力啊 聯合國怎樣這樣 他說 啊 他說 他說的 大家都在說 那其實 其實就是很複雜的狀況在裡面嘛 那其實他需要什麼就是要去做 那其實也很多人在做很多事情 然後山須潔被放出來啊 才有一些改變啊 軍政府才把軍衣脫掉 穿上西裝啊 等等等等 就等來就 開始就很難過啊 開始很多很難過的事情 那就也是看到這些都 好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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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就也 就是越來越現實啦 就大家去把自己顧好 然後 我覺得只有三個字啦 就是 交朋友 高屏幕 那其實這個高屏幕 就是最難的 真心交朋友 那到那邊去 其實也很多的風險存在 因為你去 就算我這樣講說 我要跟你交朋友 我自己還要完全晃掉 就沒有 他看到你就是 他需要嘛 有些人就需要啊 他就是看你背後的啊 那 可是就是 可是我覺得那也很 很實際 很實際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一樣啊 我們中間每天 生活中其實就是 面對的 或處理的一樣的事情 那我給你 謝謝 不好意思啊 沒有像剛剛這幾位 這個前輩們 這樣子 有一些志工的承諺 所以我要問一下 你比較熟 你比較一般人的一些 外國人的一些想法 喔 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想說 這個賴大圖裡 這些日子的 這些分享 我不知道在你心中 有一些期望 或期待 能透過你的分享 能有一些 什麼的影響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像剛剛在看這個影片裡面 有提到說 你六年 六年多的時間 你這樣子不斷的 再去 再回來台灣 再過去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在我們去面對 哪一種 無力 特別是六年多 這些孩子 還是在這邊 這些人都還是在這邊 應該怎麼去面對 內心的那一種 掙扎 謝謝 對啊 終於有人 關心我了 像他跟我講 什麼國際政治局勢 不是該怎麼解決 那我就 其實相互關心嘛 第一個問題 當然多分自己的事情 你問題是 因為每個 這些分享 對 對 其實有很多很多 因為心裡很多 其實真的太多 先講第一個 其實我覺得後來 都會比較起來 我覺得現在去大學講還不及 可是大學就是因為 有服務學習課程 國際學習 國際志工中心 根本就是 很多人就是 就是那樣的狀況 我覺得這好機會 真的太好機會 是說 我真希望這個 就是把他 這個旅程發揮意義吧 我看我這幾個老去嗎 你知道嗎 去非洲做志工的 15個人光機票 交通時數 還不要講其他的 就這樣子就多少錢 150萬 150萬可以做多少事情 在台灣也好 對 那不要說那個 唱唱跳跳就有點利 這是另外一回事 我看到一個 就是 也是啊 或者說你去那邊當志工 幾個禮拜 可是你的機票 或者你生活可以團費 就算東南亞 三萬塊 三萬塊 就可以讓一個學校的老師 五個老師 一年不用再擔心他的薪水 不然常常就是老師 他也要養家我口啊 或者就是這樣 但我知道也不能這樣算 也不能這樣算 我來簡單回答 我覺得到大學講來不及了 因為我後來才發現 國中大概都分裂了 就是錢這樣差距就是 屏幕差距就是 窮人越來越窮嘛 富有越富有啊 或百分之二十人在使用消費 消耗百分之八十的資源 去之間 那更有錢的當然是在那些國家 那也就後面啊 我說那些國家真的很浪漫 就整天喝下午茶都不能上半身見 結果很想加入他們 那我最美好的經驗 其實真的就是在國中有好分享 在好東 然後 可是我需要去國立大學說故事啊 因為他們會付我錢 可是這些偏遠 我很想去偏遠的 然後當國中文大學找我好開心啊 你知道嗎 中文大學叫這麼多資源 那 因為我知道中文大學頭很多資源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反而是你一個其他學校的時間 就沒有錢 除了沒有信心啊 沒有自信啊 然後承辦人有沒有經由等等 因為資源本來就是不均本的分別 不過我常常都在講哪天 清早福大學啊 羅斯福大學啊 紫南宮大學啊 就家裡大學嘛 那付很好價錢 然後告訴我 啊那老師拍誰 我那個講師費很少 然後怎樣 那多少 五千 五千這些 這個不會這麼高的啦 一般就公平價耶 那 就很難過啊 然後真的去的時候 那個學生有沒有聽 沒在聽啊 他就是這樣 直接不然就做事情 我吃便當 我後來終於懂了 為什麼我會有一個教授 他會為了我們 學院上課吃雞嘴便當 後來投訴給 那我知道 好 那發現就是學生 前面是很好的感覺 我也很想分享這部分 我自己在過一個講說 找我去 越便宜的我越去 少數民族 若是原住民的我一定要去 然後我現在沒工作 我就靠這個 我現在說難民在養我 你知道 也是他們該報恩的 你知道嗎 就靠翻譯了 靠這個陳華貝 那 所以像我這樣 就主動講說 我來後面講一場 應該的 該還比較煩 那 結果 真的有老師很勇敢耶 花蓮的 國中老師寫信 也沒有給我 才會請我去 學校有沒有資源 沒有 老師自己考考 我說不用 你只要給我一次 那後來 在台東美找我去 那我做這個老師 今天就勇敢了 因為學校會不會支持 不會 那學校我沒有這樣 你去跟他講 那你邊境 沒有 所以多開心啊 那孩子你知道嗎 哇 講了兩場就這樣子 大家 他們懂耶 因為那是原住民的 他們懂什麼叫卓學 什麼叫弱勢 什麼叫沒有機會念大學 什麼叫人生裡有很多的困境 什麼叫一碗飯求之 何來不易會拍二的 那拍二很好玩啊 就老師寫給我 小學老師 會不會請我去 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講說 在哪邊 他說我們是原住民 太小竹了 好啊 那第二封信呢 我說沒有 然後他說需要再整修啊 等下下學就好啊 那第二封信還不告訴你 你需要在哪邊 這有問題 第三封信終於告訴我 在宜蘭跟台中的交界處 他說那種交界處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他很開心有趣啊 那真的我講那麼多學校 就是花蓮的學校 一個孩子跟我講說 尤其大學最後有沒有提問回應啊 他說沒有 我覺得 就沒有啊 可能不被鼓勵吧 也不是 可是我覺得需要啦 為了台灣的文化 那 他 那個孩子就跟我說 他說他要跟我一樣 他要學聖哥一樣 他要成為孩子王 要去探索 發信心 然後 感動 大學生有這樣子嗎 沒有 大學生都知道它不可能啊 他們只要去 去報竿做台灣了 對不對 那孩子他就 相信那個 我覺得相信那個 才會去做一些 三太子這樣的事情 然後在台東 也是我等那麼久 大學都不會問我啊 可是在台東他們 然後在我們國中 他會問我說 我小時候會問啊 這科我們有能為他們 做些什麼事情 那大學生講說 會啊 我們反正如果想幫助 我們就上網啊 或者我去做這個工 或者做什麼 可是真的會不會採取行動 或者因為我太子 那最後在補補活動的時候 兩個小時結束後 其實那個女孩子 小女生 十三歲過一 其實我大概講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了 他就 因為我在講的時候 那個眼神他就 不知道啊 後來他就永遠敢去找 他問我 他問我有問題 他說 聖哥你在那邊 七年多 他說 在那個 那種 那種困難的情況之下 你會不會想逃避 跟你想放棄的時候 十三歲小女生問我 我很感動 他關心我 他說 你長腳長大 你很感動 我真的那麼輕鬆 可是我也很難過 很難過 因為 大概 在整個分享過程當中 我就感受到了 那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女孩就是家裡有狀況 學習成就又不好 幾乎在提學習成就不好 這些事情就是 大家都懂學習成就在 在分哪一個人 然後很多時候很可惜 那 那 這張女生就是 有錢人家等等等等 就是他很友好 可是他 就真的 開始在 他感受到自己被放棄了 然後他也在自我放棄 不要講他很偏近 不要講台灣就好 新的事就好 十三歲的孩子 我 其實很難過 我很難過 那其實也只有那時候的結束 但是 我覺得 那個 我只能祝福他啦 那我覺得 至少讓他感受到我 全心全意的祝福他 然後 可能就會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就 也只能這樣子 因為 還不錯啦 因為就是 以前喜歡登山的時候 我大概 早就看到人的局限性了 然後 誰能保證明電話 那 什麼事都要這麼算 算這麼清楚的話 大概都 都 沒效了 然後最後我想 就是 我哥啦 其實我覺得 正在 田地 在土地裡面耕耘的人 齁 要比去太平邊境做 服務工作的人 有種 而且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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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 愛拍拚啊 那其實 我很幸運齁 就是 有 我的爸媽 然後有 這樣的兄長 家人 我去靠別人 那 有時候 我都 就靠 你不金啊 靠酒金啊 靠 靠別人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剛剛 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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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說出來 我後來發現 我們這一群人 都會很愛喝 明明你沒有多少 然後就忙了 然後 但是 就很愛喝這樣 原來 壓力打壓力 避免憂鬱症的可能性 來 還有沒有 然後 後面介紹一下 其實有一個朋友在這邊 然後講一下他們故事就好了 然後 後來聽說 有一群人後來跑到宜蘭 我現在在宜蘭 然後在宜蘭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 在客廚啊 自己大學生 大學生 就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陪伴 我就在陪伴 然後那好玩 然後就真的被我看到宜蘭 才聽到他們聊起來 說 他們帶那個 就是 周族的孩子 在嘉義念書嗎 我這種教宗吧 夢想之周 因為他們就是 夢想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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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把他們講出來 然後我忘記 破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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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很好玩 然後他們帶著去環島 他們一直騎到車環島 然後今年就帶他們 從高雄走回嘉義 十五個大學生 帶著十五個千少年 我說你們怎麼搞呢 怎麼搞 我真的佩服武體頭地 十五歲在笑啊 十五歲這麼難搞 還跟著你們在笑 人家走回來 然後多笑 我笑 說今天一個地方 我還在那邊跟他們 我自己有姿態 其實我很大 我有很多姿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沒有多玩一些花樣嗎 我說有啊 他們在找一個點 突然辦馬拉松 就走一走 然後到一個點 然後辦了幾公里 馬拉松 我忘記那種笑 然後這群孩子 還真的跟他們這樣去跑 夠了啦 夠了啦 沒有什麼 什麼生命教育 不會學習 等等等等 這樣誠心誠意 修天 來一起玩耍 一起想想 夠了啦 我覺得那個力量就會真正 有存在 因為我剛好這幾天 三天之內講個十堂的 十堂的生命教育課程 還不錯啦 我覺得生命就是這樣子 後來我再想生命課程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嘛 生命教育 啊 去餐了 做一杯板 什麼是生命 什麼是教育都懂 一切都會懂 就是去玩具室 好 我去 就自在一點喔 很高興 現在有機會來教育 學生的 可以吃 這麼多朋友 他說跟我南方來 哎呀 南方來的 要分享一下 我又一次 巴奈來演唱 我說可惡 吃飯 又請他吃飯 就好 做公關 哈哈哈哈 你們都學三十堂了嗎 欸 也 巴奈來演唱 比較少 今天開始 要討論一下 要討論一下 你今天是怎樣 怎麼會走來到這裡 我就看到他名字 喔 他本來想 我一直要等我 有機會去台南 不過沒有 去喝咖啡 我想應該會有機會 但是他怕等不到 我今天先來聽說 我以前 他有跟你說 我以前一定是說不一樣 他不知道說不一樣 跟他拜一天 要去南道 要去南道 我南道還怕我兩個而已 對啊 心掛的 可以說 我這樣說 南道其實 心想要去 對啊 那原字母部落也很少 我剛剛刮狗刮太大 什麼越邊遠越要去 然後越邊去就要去 別人去都要去 別人去都很辛苦 不是辛苦 比較辛苦 但是也比較幸運 當地 四處走走 那我記得這樣說故事 我剛剛講說很好玩 一個朋友 聽到我今天要來家裡 我想說 就送我一句話 帶著故事去迷信 說很幸運啊 我覺得很幸運 然後我覺得 我這樣故事說一說 其實我才去感受到 一些地方 像我剛講花蓮台東啊 然後環山部落啊 有啦 有一群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是 就是 我沒有什麼啦 這些東西真的沒有什麼 我覺得 真的最棒的就是 在一個地方 就跟勻啊 就跟勻啊 然後做了自己 想做的事情 能做的事情 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 所有 認真好好過生活的 我覺得都只能被追蹤 他說老師其實有 讓我 他覺得我其實我也在想 就看到在台灣的這些來做 康務或康務 就這些孩子我知道 因為 在泰國會遇到 常常有人跟你講說 突然間你講中文 他跟台語 我跑到去台灣 台灣人 台灣人 老闆都 他會講什麼 他會講什麼 他會放假啊 做什麼事情 所以看到報紙兩個 兩個 我不會講 我都會說 從 家鄉 離鄉背景 然後 然後台灣三年 幫助我們台灣發展 沒有他們 我們來的高鐵 今天哪那麼輕輕鬆鬆 就是在懶個點 雪水也不會有啊 靠台灣人蓋 還久的 那 可是 他們就來台灣 然後 很被漏視 然後他們來台灣 照顧別人的孩子 然後失戀自己的孩子 結果自己的孩子 沒人顧 然後只能把這裡 把我們台灣的孩子 再當作自己的孩子 照顧 幫他這麼好命 結果他們自己 那個私密的空間也沒有 結果他們 有點 坐的地方是沒有門的 不能上鎖的 隨時他就20小時 stand by 你說看會有沒有放假 沒有啊 我一個好朋友 他自己家裡 大家也知道了 我阿嬤 然後也因為他們 照顧我們的長輩 我才有這個 機會去 遊走 去玩 那 可是 就多說這罪話好了 因為我其實 就 就前幾年 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 就在泰國 就看到 他網路上看 我會找資料 就 大概每次都會說啦 欸 沒有人說太多 就發了新竹的學生 新竹的高中畢業這樣子 然後他們考量大學 國立大學 市立大學 他們到了 就放暈假回來 然後聚在一起去唱歌 唱完歌 看嘛 就聚在一起 在操場外面嘛 喝酒嘛 啦啦啦啦啦 以後那最後 少爲娜 結果 其中一個就是 好無聊 其他人說好無聊 對啊 就其實這個人講說 那怎麼辦 其他人講好怎麼辦 那這個人最後講說 那不然我們來打 壞了 好 好 那後來就三個 從工業區下班了 12點多嘛 東南 其實只要是個越南朋友 從越南來台灣 來幫助 來幫助台灣發展的朋友 一個 就跑比較快 第二個連滾帶跑 第三個就給他打到 中醫院 換巡邏車經過 所以才 被抓 然後上新聞 然後我快去找很多新聞 我會很難過 也會很難過 尤其當我在泰國過得很好 泰國朋友 會跟我講說 你在泰國過得很好 你在泰國過得很好 說很好 他覺得你對我們泰國人 對你好不好 說很好 他跟我說 希望你有一天回台灣 可不可以告訴你的同胞 說感謝台灣政府 感謝台灣社會 讓我們的同胞很窮 從那邊遠地方 然後他們可以到台灣來賺錢 然後把錢帶回去 讓他們自己生活得到改善 然後他希望 有機會我告訴你的同胞 我們能好好對待他的同胞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的同胞 就讀書讀到大學 我們把大學生捕在手上 尤其是那名牌大學 讀到大學高等教育 失敗 失敗 然後就知道教我們人權立國 愛無 愛無 愛無國界等等 這說服不了我 說服不了我 當這件事情會發生 那最可怕的是什麼 這個人提議然後兩個同意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嘛 就打人家這樣子 然後他後來有報了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最可怕在哪裡 通常也會問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最可怕在哪裡 沒有反應 請說沒關係 都可以齁 社會上沒什麼反應 社會上沒什麼反應 還有一些反應喔 多多少少 然後我路上也有負面有正面 當然大家就是很可恥啊 但是也有聽到聲音說他們活該 誰叫他們要來台灣 然後他 然後這些人 所謂外勞淘寶外勞 不是也做一些做監犯課的事情嗎 傷害別人的事情嗎 這該感到 不知道奇怪 反而就是個奇怪的地方 沒關係 那各位覺得這件事情 最可怕在哪裡 來大學生 國立大學生 他還只會 道歉 大學生 為什麼大家都不願意請問自己大學生 高中生 你覺得這件事情最可怕在哪裡 他沒有反應 誰因為反應 大學生 大學生沒有反應 就是 做錯誌又不做的自己做錯誌 OK 對 其中一個他主謀啦 就是說他覺得 他以為打外勞明事 拜託的 拜託的 我大學 他就跟大藝人也有 哪個錯誌都可以 整個還不過去重點算 都好 小孩子 最可怕的事情在哪裡 這件事情最可怕的 關鍵點在哪裡 對 對 我們會有刻板印象 我們會有這個 就是既定的印象 然後 無理化 會醜化對方 這會有 這就是意識形態 這會存在 他剛才跟你的價值跟意義 所以 人是不是身而平等 社會真的沒有邊境國界 文化真的沒有優劣差異 沒有優劣啦 當然有差異啦 等等等等 是不是 就是這麼人權力薄 那麼愛無國界 如果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台灣做再多的國際中華爾夫 都說服不了我們 或者這麼多人去 我們多少人讀了大學 或高等教育 投多少錢 準備計畫 光光騰校耶 那個太蓋章的 怎麼可能成為世界百大 用這個來騙我們的錢 根本就是詐騙集 然後寫報告的時候還退回 啊 那些去國外做志工 你那寫太像人了喔 學生都很聰明啊 他就學到大人的世界 他就知道我們修一修啊 把存活報告再回來 然後去開記者會啊 或太成功發表 只講好的不講話就來 就沒有反省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就是要 也不是反省 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坦不成的去命的 那這件事情最可怕的就在於 一個提議兩個同意 然後 不是八個大學生嗎 另外五個呢 台灣社會 我就是在去走一圈回來之後 我覺得最可怕的在這裡 這五個人無所不在 一 可能是我 我也曾經那世那五個人 可是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就紅雅出房到 就出事 那我最開心的是看到那個義工 結果一來的時候 遇到阿威 我就說 我說 博星不給你去路 他就是那個 然後到圖書室看到 逆東台班啊 然後他們 來 真的有人去那一間 好神奇喔 然後就很開心喔 就回到最根本的 來個小庭 來個問我做一些 讓他處理意義的事情 這樣才有辦法減少 我覺得 就沒有辦法 我覺得越來越 很多事情大概越現實 反正他想說 我 我沒擋他 沒欺負他就好了阿 不公不義 他不是說學公民正義嗎 他不公不義的事情 到現在這個台灣 不是已經很富裕很發達了 我們去幫助很多世界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 很大的基金會 很多的資源 我們連發發水災 重建也做不好阿 那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東西阿 就是最後我發現 有時候走到太多的時候 我的東西會承受不住 就還是只能看你補丁跟酒精 他現在還不錯 終於回到台灣 因為在那邊只有我 一個人或兩個 然後其他人都來去去 就很孤單阿 然後就知道自己跟他們不一樣 其實我在那邊生活過得很好阿 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 可是我覺得回到台灣 有可能受到 朋友 有感到迫害嘛 然後 一起 一起來 傻傻做一些事情 這樣就碰不到 他們就碰不到 那 我相信有一天 又啦 那個進去圖書室的時候 張醫生講 下了你的膝蓋 都扣定啦 你沒有問我說為什麼我回來 來 問一下 本來你爸媽講很多阿 你有沒有要問我一下 為什麼我回來 為什麼你開那邊 為什麼你不去那邊 請問完 我剛剛就想問你阿 你覺得為什麼不是一年 為什麼不是一年 為什麼你不去那邊 這個時候回來 為什麼 那我附加一問 是 那你怎麼看待那種子 來於 問一下導遊去找 沒關係啦 想謀也有導遊 哪有 但是有啦 我覺得 我會真的追問是說 那機會 那個已經形成這樣子了 那就算沒有自公益 有一些奇怪的觀光客啊 人到慈善家 宗教台銘等等 都 奇怪的都有啦 做生理都有啦 那我覺得它就是 本來就是個機會 那我會這麼說 我真的覺得就從腳下土地開始 他可能就是 常常來紅雅書局 書房書房做的服務 來搞review啊 然後他有一天拿機會來 想辦法 就去海外看一看 去交朋友 那就這樣子 進到一個聯盛女神 這樣就好了 那 不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阿 那當然 時間長短 我覺得最好還像國外啦 你知道多好玩嗎 我去公衆高一 他就已經問我說 坐姿工作服務 會不會中斷工作 哇 這現實這樣 高一就在想 中斷工作 可以不要中斷工作 然後他說 問我說 他寫一個沒有問 他就說 因為他覺得大學 他想這樣規劃 他人生未來會 啊 學的 好啦 好啦 那 我就 這個 關懷或在乎 因為就是隨時隨地無所不在 隨時隨地無所不在 隨時隨地無所不在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那 就 就是這樣 就是去了 然後一年兩年三年 我覺得 就是時候到了 我撐不下去了 真的 都已經爆肝了 不然還想怎樣 然後來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換年輕人 換年輕人上 一定 問完導遊 問那麼多次導遊 對 應該留下來好好陪你吧 那那個就是一個我們 去接觸世界 向世界學習的機會吧 回來 我們真的 就剛變成 強大的台灣 以台灣為榮 謝謝 謝謝 謝謝